在魔道祖师中的无线雨兰网机 这一对望线CP可是拥有着超高的粉丝热度 特别是动漫版本的播出之后 这一对望线CP的热度简直堪比一线大牌 在剧中组成了的荧幕CP呢 可见书粉跟漫迷的力量确实不容小亏 这不动漫已经播出就都转变成了 倒有对于两位在剧中的一些同框画面开启了无线幻想呢 可是你知道蓝忘机为何就是爱上了蓝二哥哥吗 原因吧 其实很简单的 魔道 这样一位可供可受嘴还甜的人 被蓝二哥无限宠你可惜吗 在魔道的故事情节中 蓝二哥跟魏无限的情路走的真是非常坎坷的 特别是在魏无限前世的时候 两人自少年时期就已经相识了 可最终蓝二哥等来的 却是一名老祖去世的消息 为此蓝二哥得到消息后 真的是备受打击 还拖着重伤的身体去老祖的老巢 寻找他的一些遗物 最终本人也没有找到一些实际的东西 后来蓝湛虽然依旧是缝乱不出 可眼神却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神采 性格也是越来越高了 还坚持十三打的稳灵之路 可见其深切的情谊少年时期的魏无限 帅气 活力十足 加上性格叛逆不喜 受到管制 跟蓝二哥的性格非常的互补 而且对于每日身边有一个人 总是会想尽办法吸引眼球 跟与你作对 估计蓝二哥也是一个天生喜欢受虐的性格吧 对于魏无限的一些捉弄什么的 不仅不讨厌了 还更加的喜欢呢 以至于后来没有魏无限在身边吵闹都不习惯了呢 而魏无限本人也是拥有了一些人不容忽视的性格魅力的呢 他的本性非常的活跑喜动 而且嘴还是特别的甜 如果他想要讨你欢喜 只需凭借他的一张嘴 就可以让你笑的何不拢嘴呢 他喜欢动又爱喝酒 天子笑就是他的最爱的 而本人的个性又夹杂一些孩子气的智能 比较他 阿尔每日脸上都喜欢带着笑容 让人虽然对于他的一些捣蛋的行为 还是头疼却忍不 诸位他找借口开脱在他魔化 变成了人人恐惧的淫灵老祖之后 虽然不再稚嫩 却添加了一些身为强者的气息 而且一身邪气 加上红色的眼睛认真虐敌的他 简直不要太帅了好吗 而且不是一般传统的正气帅 还夹杂一些邪气的魅惑 看得漫迷们都要忍不住以母亲爆出了呀 有没有 就是这样一位可供器 很爱 外加人的魅力爆棚 这一位可供器 感谢观看